第一名歌曲 哈喽大家好我是AJ賴喻哲 哈喽大家好我是黃君澤 兩人合作的單曲Above To Sky 歌名的創意是什麼 這個歌其實會取這個名字呢 是我們兩個一起先有一個想法 因為這首歌是一個很多正能量 就是比較是我們兩個自己的一些感受 把它寫出來激勵的感覺 那我們就想要有一種追逐夢想 衝破雲層的感覺 對 所以才會叫Above to the sky 就是我們要衝破雲層到宇宙之類的這種想法 他有很嚴重的拖延症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然後就是我們約好本來說 我們三天後我們噴個面 然後你把你的Pod交給我 他說 OK 沒問題啊 然後三天後我們就約到了我的家裡面 然後他就來了 來了之後呢 他什麼都沒寫 真的是那時候一直想說要先寫 然後我想說好吧 那再晚一點再寫 好吧 再晚一點 睡前再看你怎麼樣才寫 然後想說好吧 那明天在高鐵上就多聽一下伴奏吧 好 再看了一場寫 寫一寫之後不小心睡著了 欸 你聽到君子的家 沒有學的音樂過程 有沒有看歌曲的評價 有 有 有 我也有看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條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A.J.跟C.J.兩個人只要拼在一起 作品質量絕對是 我也有印象這個 就比較簡短一點 就說質量保證 對 質量保證 雖然知道可能有彩虹P的成分 但是聽了還是很開心 就寧可是相信 請問賴喻哲有沒有好的建議 給想試學舞蹈的粉絲 建議就是放開來 學姐舞最怕就是 我們以前在舞蹈教室裡面 你會看到有很多種人 那比較極端就是分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在裡面 就是一進去就是這樣 然後看到鏡子就是 然後摸摸瀏海 然後很多包袱這樣 然後做個動作就是 微微縮縮 這樣子就會學得很慢 你會發現學最快的人 就是那種就是一進來就是 很興奮 然後老師做這個動作 他就這樣 然後老師說這樣 他就 就是很直接的去 跟著每個動作 就是 就像你小孩子學講話一樣 我媽媽講說 不要過去 然後你就這樣 不要過去 媽媽 我剛才也正想說這話呢 跟著念一遍 你就學會 學會 你對粉絲說你是屬鴿子的 怎麼看 就AJ應該會懂 我不是 我的家裡就有一個錄音間 然後我起來的狀態就是洗漱完 我就會待在我的那個錄音間裡面 一旦開始寫東西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一下子 那麼想要說出來的那種狀態 所以說我心裡面想的是 我要考量給他們拍個製拍 或拍個視頻 但我的身體告訴我 我好像不能這樣做 會想寫 但就是等到 然後我們這邊 我這邊差不多結束 然後我們兩個可以很常碰到面的話 我覺得就很快就會有 很快 會不會用自己的表情包聊天 他會 我會 他經常會 我把他表情包給我 我會經常用 我看完就 剛才在機場的時候 有個粉絲說 俊的臉上有一點東西 我就慌了一下 我什麼東西啊 有點甜 然後瞬間一下我就 就那種感覺 對 我也好像也是 因為有一個好像說什麼 有一個粉絲上次就說什麼 你 你 AJ你變胖了 然後我就嚇到 因為其實我最近努力在解釋 然後 他說 我在他心中分量越來越 越重了 我就好 女友粉還是媽媽粉 女友吧 女友粉吧 我都可以 我都喜歡 洗澡的時候會不會唱歌 會 有沒有什麼必唱曲目 瞎唱 你懂的 請用彩虹屁的方式 挖下對方 AJ 你的腿有兩米高 AJ 天啊很不舒服 哈哈哈 你的金髮 有如獅子王一樣 你就像個王者一樣 我教你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愛心啊 那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戳動的事情 沒錯 這是十一動 打開獨角秀APP 對哪個功能最感興趣 抽獎活動 當然他report了 因為我不太懂這是要幹嘛 什麼東西 謝謝 比如看完你們的演出 就可以在我們的APP上面寫觀後感 我的舞台 你的告白 哈囉大家好 我是AJ賴喻哲 我是黃君澤 約演出約電影 一起追星約會交朋友 我會在獨角秀APP 讀你寫給我的告白report 翻牌和你相約哦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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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啦 哈哈哈哈